大家看这名服务相亲的里长最后变成了横行乡里的恶霸 地点是高雄内门区 这位里长成立了帮派 他只要看人不顺眼就找人来修理一番 他也教唆小弟组了镇头 在庙会期间冲撞他人的店家出言恐吓 不让商家做生意 那么最近他欠钱不还想要赖账 他教唆小弟拿着棍棒扎毁了债主的车子 那么非常的嚣张 目前他已经被逮捕收押 对于他的落网 当地旅民都想放鞭炮庆主 手持棍棒的一群人一下车就把轿车团团围住 不分青红皂白动手砸车 银色轿车被砸到车体凹陷 打风玻璃也碎了 车上的三名男女更是吓得尖叫逃命 躲进超伤 但这时出手的年轻人还不放过他们 嫌犯砸到球棒都断了 还不肯罢休 被害人就在超伤前被打成重伤 身上地上血迹斑斑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幕后的主使者竟然就是当地的里长 动手的先行里长 在高雄内门区早就是出了名的恶霸 这样子自己是庙尾 既然组织身边的小弟在庙会组阵头 只要看人不顺眼或是有纠纷 就会料人修理一下 不是冲撞他人的店面 就是出言恐吓 而这一次 他还因为机遣200万的债务还不出钱 竟然叫做小弟拿棍棒砸毁债主的车 二八里长服务处里 还有高票当权的报道 现在看起来格外讽刺 因为他横行乡里 当地里民早就敢怒不敢言 警方最后将卸行里长收押 也逮捕了16名小弟 但嫌犯身为里长 不为民服务 反倒组织地方恶势力 逃债恐吓样样来 目无王法 行径实在太猖狂 记者观察前往佩如 高雄报道 担任